大家好,又來到這個MISS CAT這個環節 今次我們再講講澳式的CV 工量 為什麼會講這個話題呢? 講到小小悲慣 我來澳洲大概有15年 剛剛來的時候,用一份CV 發佈了我發佈的工作 都一個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最後得到這個高人的指點 就發現了原來主意有多大的問題 所以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寫CV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講我們寫CV的時候有五大問題 第五位就是很多人假設老闆會主動打開電郵 看CV或者HR會主動跟你跟進的 這裡就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很重要 有時候他太多了 電郵收到好像雪花那麼多 然後就看不及了 或者有其他原因漏了 最好緊要就是跟HR follow up 如果是,你說是一些小店的 通常小店的老闆都沒有時間慢慢跟你搜尋 Email 最好就是你遇到一個HR copy 一適合的話就立刻遞給老闆 好了,來到第四位了 第四位就是有些人會當CV是內容農場 在不知哪裏,上網上看到有抄、左抄、右抄、左搭、右搭 完全沒有研究過澳洲寫CV的格式 以及有些用字上面應該怎樣去設立這份工的內容 好了,來到第三位就是隨便亂寫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就照樣抄 文法又錯,寸字又多 用的英文就不太合本地的規格 有些人就以為用那個Word 或者你的軟件可以去記錄 那就OK 但是有時候你沒有留意的時候 那些內容就完全是不合情合理 所以這件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了,到第二位 就是資料不齊全 舉一個例子 譬如在個人資料方面 有些人就只是給個名字和電郵 就當老闆就有很多時間 會送郵件給他通知 其實你留電話、留地址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譬如他在寫工作經驗的時候 就有些東西就寫不齊 譬如他說什麼時候在那間公司做 那樣的 那麼到第一位了 就是很多人就自己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 就以為隨便寫交了一份功課 那沒理由不請我 我這麼行,什麼都會做 對,有沒有留意過公司的要求 是怎樣寫什麼 還有別人想要寫什麼 還有別人想要哪些功課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訂閱、讚好和分享這個頻道 還有加入我們的Facebook頻道 台書邊道行的,多謝各位